好 再来看看今天是9月1号记者节 但是有很多人走上街头 要对于媒体来表达不满 而他们表达不满的媒体 就是所谓的望中案 今天预估大概是有上万人走上街头 他们认为说 这个望中案的效应持续发酵 而且已经踩到了底线了 也因此今天很多人走上街头来表达抗议 纷纷拉起了布条 甚至还一路走到了NCC 来表达他们今天游行的诉求 当然他们的诉求就是要反媒体的垄断 而且创了新闻界上的第一次这样的大型游行 而且在队伍当中 不乏有很多的名人 我们来看看最新报道 你好大 我不怕 高举双手唱战歌还大跳反垄断健身操 反对媒体据说的怒吼在9月1号爆发 学界艺文界加上公民团体 将近上百个民间社团参与 连立委田秋景快要80岁的母亲都来了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有言论自由 不能将那些有情勇士的人来控制 所以我要反对他们这样子 作家冯方远背着小包包拿着宣传单 全副武装要示范如何当个走路工 忠实媒体集团里面那些炒作走路工的人 基本上IQ稍微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就示范如何正确的发放走路工 临着吴国栋以及金恒伟也站出来 甚至连导演王小帝也走上街头 就是要捍卫艺文团体的创作声音 不能践踏新闻专业 再有钱都不行 有人穿着柱头装搞枯手 有设计师自制旺旺鬼娃 讽刺忠实集团 是媒体里面的恶魔 然后靠着自己有钱 所以他可以为首欲为 警官人的游行队伍 警方特地开辟车道维持秩序 除了主办的记协等单位 连飞何家园 台连青年军都来参与他 NCC NCC 硬起来 硬起来 民众的怒吼声 异声声地喊尽了 位于猛假大道的中石大楼 只见中石集团高挂起步条回呛 苹果中石到底谁可怕的步条 大楼内外也占了十多人 严阵以待 却怎么挡也挡不住 各界挺身而出 齐声捍卫媒体自由 云戴新闻综合报道